哈喽大家好 我是维哥 那今天我们来玩一把人机啊 这是我第一次玩人机的 而且是超强人机 然后用的是吕布 吕布打的是非常糟糕的 这一局打得非常糟糕 被人机欺负的也是非常惨 前击啊 不过后期的话人机就打不过我们 前击的话人机会来防野 我们看到一开始就 他们这个人机超强人机的话 一开始都会是散户啊 就是射手加一个漏 然后来防蓝 这是应该是一个 那个固定的设置吧 反正每次玩了 玩了好几次啊 然后这是第一次的视频 然后好几次的话 都是那个人机都会先去缓蓝 我们看到这个阿柯也是很聪明啊 明知道没有血 就会一直跑一直跑 这人机做得到这种这种程度啊 还有他们会玩套路 就是两个人合着 合着打一个 然后本来想去追那个中午院 但是没有技能 这个时候很尴尬 打又打不动 最后就被孙三枪绕着 贴着了 最后直接被他射杀 这边又是一个 又是孙三枪 然后打着打着快要跑 然后这边中午院 垂垂垂垂过来 一个 他有的时候还会 丢技能 然后还会丢斩杀什么的 我们看到这边啊 这边就是一个斩杀 把我给杀的 我们看到 先把我垂一下 然后赶紧跑 三个人冲过来 然后就是根本没有跑 四个人啊 四个人追着我打 然后一个 看见没 斩杀啊 一个垂子垂下来之后 马上斩杀 还会 还会知道用斩杀 可见现在这个超强人机 有多强了 这边又是一群人 围殴你啊 不过 人机还是 有一些 有一定的缺点啊 反正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赢了 主要这边还是靠队友 这个还 如果跟人机打的话 还是不要用近战 还是用一些比较灵活的英雄比较好 要用近战的话 他们很容易就是一群人围着你打 打完之后 马上就一群人冲过来 四个人 这就是人机啊 最强人机的模式 还是要正乎更新之后 但是好像还不能玩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还是在田虎玩的 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最强人机如何 欢迎大家视频频道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